另外第14届全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 昨天下午第14届全运会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本届赛事的整体情况 截至9月26号 本届全运会竞技项目全部完赛 在射击举重项目当中 有9人1队12次超12项世界记录 田径项目当中1队1次创1项亚洲记录 射击场地咨询车举重田径 攀岩游泳项目当中 有13人7队22次创22项全国记录 本届全运会开幕以来 1.2万名运动健儿角逐全运赛场 全红蝉的水花消失术 苏炳天中原全运冠军梦等 成为14届全运会的经典时刻 尽管疫情防控限制了观众现场观赛 但是人们的观赛热情仍然势不可挡 累计入场观赛达到了38万人次 很多热门赛事一票难求 好 好